出发 走 走 始终悄悄地转了一圈又一圈 从不错过的每一分一秒时间 描绘梦里的蓝天 刚好你的出现已已实现 回风也吹醒了你骄傲的笑脸 幸运的开始呼吸带着香甜 期待每次遇见 守护我每个明天 和喜欢的人一起做喜欢的事 和喜欢的人记录天地的当事 你的语言幼稚 都不必解释 紧握着彼此陌生 陌生 陌生 妈妈 真漂亮 谢谢 爸爸 你知道茉莉花代表什么吗 代表什么 代表质朴 纯洁 和忠贞 我妈妈告诉我 您怎么办 我妈妈告诉我 我妈妈告诉我 哎呀 吃也吃了 逛也逛了 回到现实我的策划也该交了 你尝尝这个 这个特别好吃 我当然知道这个好吃了 这些东西都是我从小吃到大的 你说我在国外怎么没吃过 这么好吃的中式甜点啊 我学的不是西点吗 所以我回国之后 直接奔着泡芙这样的西式甜点 去研究了 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发现 原来中式糕点竟然这么神奇 你看这个 龙颈麻糍 虽然日本也有很像的大福吧 但是清香口感简直差太多了 你说你啊 龙颈麻糍没吃过 蓝毛淘气三千问你也不知道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你跟着结婚 姐带你去见见世面 说正经的 你觉得我这次评选 要不要融合一些中国的特色 比如说用龙颈茶做泡芙 国内的新选餐厅 那肯定离不开中国特色呀 我该想到的呀 对 你倒是提醒我了 你说我从小就在这世景生活中长大 对于这些很有中国特色的东西 我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 自然容易忽略掉 其实杰梗公司 这次要求的中国特色 不就是我们这两天 走过的小巷啊 公园那些烟火器吗 比如说茶叶啊 戏曲啊 明月 还有街头小吃 然后还有中国节 唐人减脂 这些东西都可以用上 明白